Hello大家好我是Acon 我这种天秤柱使要好看的人 我觉得上班也是要穿的帅气一点 上班本来就是一件很沉闷的事情 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装扮的精美一点 回到公司里面女同事看到了都会开心一点 可以促进这个工作的氛围 那么今天Acon就为大家带来上班套装搭配 hold on hold on 等一下我们是米其林级别的餐厅嘛 来一句洋气一点的开场 哇好难念啊 是这样子念的吧 Let's go 说到上班的话 那衬衫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很多人都对衬衫有一种误解 就觉得衬衫是一种很石板啊 很办公室气啊 但是衬衫如果你搭配的好的话 那它就是一种斯文高贵八道总裁的模样了 如果大家喜欢低调一点的话 那么你可以选择美国的Polo Love Roran的衬衫 我觉得这一件衬衫呢就是可以应付各种抗衡的 然后就给人感觉非常的干净 而且它的面料啊布料各方面都是非常舒服的 如果大家喜欢有玩味一点的呢 那我就推荐大家买一些有拼接图案的这种衬衫 大家可以看好一下余文乐 知名与春娇里面的 对 这种衬衫呢给人感觉就是不会那么石板 不会那么沉闷 有点玩味的感觉 我这一件是overside的 可以衬装出另外的一种都市休闲风格 如果大家和我一样烧的话 那么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花纹图案的这种衬衫 可能上班就不是非常适合 但是如果你是从事媒体 或者是文化艺术工作 这种衬衫穿回去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整体呢是非常的干净 只是在前面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少气的花样图案 那个感觉呢就是非常的faction 好了衬衫解决了 那我们下半身怎么办 觉得衬衫最好就是搭配一些西装裤了 可能西装裤大家又会有误解了 觉得西装裤就是那种推销保险啊 就是那种在银行上班的那种 只要你去到渣了里面 你就可以很容易就找到一种长好看的西裤了 可能很多关注潮流 或者是对牛仔裤有研究的朋友呢 都会知道有一种牛仔裤叫做 单龄刺的鲍鱼 其实就是裤脚是一块带着一个红色鲍鱼的 很多潮人穿这种刺耳的牛仔裤呢 都喜欢把这个裤脚cove起来 玩起来 然后露出一点点的这个红色边 露出这么一点点之后呢 你整体的这个潮流感觉就上来了 别问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么屌 好了上衣有了裤子也有了 我们来擦一双好鞋 这一双我最近在网上买的 Otiso Number 这牌子的理念是着重质感 高端时尚与街头潮流之间的完美融合 又有质感 又有高端时尚 又有街头的感觉 我们再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双Otiso Number的鞋子 是不是与它的理念所说一样 这个鞋盒呢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端 然后呢非常的厚重 就是让我想起了之前的巴黎世家Trak 还有一个防尘袋 里面还有一个小卡片 这就是高端的东西嘛 可以见证到美国的高端卖场 比如Keefe Borny Bloomodel 就证明了这个牌子呢 是有一定的时尚地位的 哇 这鞋子啊 就是一双鞋好不好呢 就基本上你可以靠这个重量来 可以辨别得出的 这是一双舒华底帆布的街头类巢鞋 那我买它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我觉得它尽可以时尚 又可以很街头 鞋头的这一块 眨眼一看上去 有点像Rick Owen的感觉 它的中底还有后跟 又让我想起了Wenz 它的鞋身 我看到了有Wenz的影子之外 还有一种converse的感觉 鞋头这一块 摸上去质感就是很好嘛 就好像摸肥皂一样 Handcraft手工缝制 就是高端的标志嘛 所有高端的designer衣 都是手工的 Cucci啊 LV啊 Chanel啊 我觉得这是一双 融合了非常多街头元素的时尚鞋 它竟可以穿得很街头 又可以穿得很优雅 所以我非常喜欢 有这种丰富元素的designer衣 虽然它是防部鞋 平底的舒嬅鞋 但是它这个鞋垫居然有这么厚 所以穿着也是非常舒服 我觉得130美元买一双这样子的用来应付上班 还有日常搭配的鞋子呢 是非常高性价比的 但是用来上班啊 或者是日常穿搭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证明了我的钱没有白费 搭配一些牛仔裤啊 工装裤啊 西裤啊 就好像非常的百搭 好像打什么裤子都没有什么压力一样 同时它的鞋子设计还有一种军装的元素 用来搭配一些军装的衣服呢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型号呢 是AN1007 它除了我这个配饰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颜色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artificial number的中国微博去看一下 OK今天为大家推荐了上班的帅气衣服 衬衫虽然是很古板 但是我们可以穿出自己的特色 还有花样 比如说我现在这种花纹衬衫 你上班穿了之后下了班 你只需要给自己擦一点香水 你就可以去月位 还有去奔迪了 多好啊 今天做这个影片呢 主要是想为大家提供一些 在上班的时候的穿搭技巧 好了 欢迎收看kitchen球鞋 你身边的潮流穿搭新级餐厅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Bonjour 凶子 这个影片就是 这些影片 我们下周语出色 大家ショ� 周语出色 ель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